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左右侍从使了一个眼色 左右侍从立即把两位宰相的座椅搬走了 范王两相知道这是宋太祖的意思 于是以后上奏文书时 都在宋太祖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 从而形成了宋朝的一条定制规则 这就更突出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无比特权 宰相的地位也因此而逐渐下降 为了显示皇家气派树立皇帝绝对全城 宋太祖照命官吏画出洛阳宫殿图纸 并蒸发大批工匠按照图纸修建皇城 当一些宫殿修成后 宋太祖率领文武百官来到中央殿堂 他坐在中央玉座上 下令敞开所有的门户 顿时四面透亮 八方通达 于是他对文武百官说 这就如同朕的心 稍有歪邪曲折 别人都能看得见 文武百官都明白宋太祖的言下之意 即你们每个人的心 若有不正不忠 朕当军能明察 宋太祖采取的杯酒士兵权和强杆弱之等 一系列措施 使宋朝出现了一个以小系大 撕迁省连 总和余上的皇权统治体制 一个以国家大权 即皇帝于一身的中央集权专制 因此而确立 宋太祖刚取代后周时 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尚未结束 其北边有强大的辽国 及辽国卵意下的北汉 南边和西边有南唐 吴越 南汉 后蜀等较大的割据政权 此外 还有周行逢 割据湖南 高宝荣 割据京南等 较小翻阵势力 宋太祖在完成了对元后州统治区的控制后 便筹谋统一中国的战争方略 他曾问私交甚深的张永德 可否先攻北汉 张永德说 北汉兵虽少 但很强悍 价值有辽国援助 不可汲取 可派间谍进行离间 另派兵马骚扰 其农业生产 带其困避 才可下手 宋太祖连声说好 他想起当年周世宗极为势众的疏密 使王浦曾向周世宗献策道 凡公取之道 必先其一辙 得江南 则岭南 巴蜀可传袭而定 南方既定 则北方燕帝必忘封内附 看来王浦与张永德 所见略同 但是宋太祖 还有些举其不定 一个冬夜 大雪纷飞 宋太祖召见皇帝开封引赵光义 商量军事战略 他说 中国自五代以来 因兵货而国库空虚 当先取巴蜀 四取广南和江南 若先取北汉 则辽国之患 由我国独当了 不如先放过北汉 使其为我国屏障 等我国父兵强后 再取之未完 赵光义非常赞同 但是宋太祖认为军旅之事 关系到国之存亡 民之死生 不敢过于自信 于是他拉着赵光义的手说 走 去赵普家听听 他是怎么想的 赵普的府邸 响起了叩门声 赵普心想 现在有谁会来 这么晚了 又风雪交架 他不耐烦的开门一看 宋太祖 助力于风雪之中 赵普慌忙迎进 并急命侍从 在堂内 铺上厚厚的地毯 点燃炽热的炭火 围着炭炉烤肉饮酒 赵普的妻子和氏 为他们这三个宋朝的最高核心人物 亲自拔斩针酒 宋太祖酒性极高 称呼赵普妻子和氏为大嫂 喜得和氏满面笑容 殷勤备至 君臣之间 亲密无间 酒过三巡 不觉假红而热 这时 赵普问道 陛下为何于夜深极寒之天出来呢 宋太祖说 朕睡不着啊 一塌之外 皆为他人之地盘 因此特地来找爱卿商议 赵普忙问 那么陛下打算如何 宋太祖试探道 朕欲攻打北汉 收复太原 赵普听后 看了宋太祖一看 便拿起酒杯喝酒 沉默了半天才说 臣子对此没有什么见解 宋太祖知道 赵普内心不同意 只不过不愿说出来 以免忤逆了他的想法 于是他笑着说 爱卿尽管说来 朕当倾而相听 赵普这才说 先攻北汉 有害而无力 赵普接着说 北汉太原位于西北二面 若我君一举而下 那么这西北二面辽国的编幻 就要有我们独当了 还不如暂且留着北汉 等我们学平南方诸国后 北汉这个弹丸之地 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宋太祖大笑道 郑重振义 振元乃欲试探爱卿而已 王普的旧策 张永德的建议和赵普的见解 可谓是三而合一 一曲同工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血液定策 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 公元九六二年秋 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历史机遇 终于来到了 当时盘踞在湖南的军阀武平 节度使周行逢病危 他急忙下令召见亲信 江丽和十一岁的儿子周保全 他将幼子托付给亲信江丽 并嘱咐到 恒周刺使张文表 与我同起于龙母填耕 因为我没有授予他行军司马官职 他心中有所怀恨 我死后齐必作乱 你们可派杨师凡将军去讨伐他 周行逢言必去世 周保全与众将力痛哭不已 这时一位老将军抹去涕泪 对周保全说 不可过于哀伤 当以军政事务为上 现就遵照你先父之命 请你统领全域军务 张文表听说周保全在朗州激励 统领军务 便发怒道 我和周行逢同起贫鉴 共立功名 岂可让我朝北战利 去世奉一个小孩 这时 适逢周保全派遣军队路过恒州去换防 张文表便派兵驱破这支换防军队反叛周保全 然后 狡猾的张文表又让他们穿上白色丧服 假装要去奔丧的样子 当他经过谈周时 行军司马廖简正在设宴饮酒 廖简一向看不起张文表 当外面禀报张文表率奔丧军队抵达时 廖简毫无放心地说 他来的话就成我的俘虏 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于是饮酒谈笑照旧 一会儿张文表突然率精兵 静自闯了进来 廖简坐在酒桌前 两腿伸进矮桌底 一下子站不起来拿弓箭 便拍着酒桌破口大骂 张文表二话不说 挥刀将廖简斩杀在酒桌前 抢走了廖简的印章 受代自己宣称接管了谭州 周保全在众将力的辅佐下 下令杨师凡率军去讨伐反叛的张文表 年幼的周保全 把周行逢临终前的遗训向大家宣布 一边说一边哭 杨师凡也流泪道 你们全体将士看见了吗 郎君还未长大成人就如此贤能了 我们能不尽力吗 军队将士全都为之而赶奋 周保全唯恐力量不及张文表 便派使者赴宋都汴京 请求宋太祖出兵援助 与此同时 张文表也害怕宋太祖 派了亲信上表给宋太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宋太祖反复权衡比较后 决定利用这一机会 以援助周保全讨伐张文表为名 并借到京南 一举薛平湖南和京南这两个割据势力 于是他任命周保全为武平节度使 并派使者去京南 让他们也发兵援助周保全 此时京南节度使高宝旭也患病卧床 他照牙内督指挥使梁岩寺问道 我的病不会好了 你看谁可托付后事 梁岩寺说 先主高宝荣放弃他年幼的儿子高继冲 而把大权交付于您 如今高继冲长大了 高宝旭便授权给了高继冲 不久便死了 公元963年正月初七 宋太祖赵命心腹大将慕容颜昭 为湖南道行营都不熟 疏密副使礼处云为都间 发兵前往京南 借路讨伐张文表 张文表听说宋太祖派兵前来 大为恐慌 他急忙找到宋太祖原先派来小玉 张文表的使臣赵太 对其说 我奔丧路过潭州 被廖检彼薄 在私人决斗中不慎杀了他 我可绝无反叛之心啊 赵太认为张文表已归顺 便不再催朝廷快速进兵 这时 杨师凡率兵进抵潭州城下 张文表也率军出城与之大战 两军相持一段时间后 张文表终于抵挡不住 杨师凡的猛烈攻势 城破被俘 杨师凡在潭州大肆抢掠了一番 便准备杀掉张文表 但是赵祟这时来到潭州 并于当晚在军府大厅宴请所有的将领官吏 杨师凡部将高超对重将领说 我看赵祟之意 必定让张文表活命并带回京城 倘若如此 张文表必定会在宋太祖面前 家伙图谋我们 那时我们就一个也不留了 于是高超派人立即在街市上将张文表斩首 并割下他身上的肉喂狗吃 这件事做得干净利索 丝毫没有惊动军府大厅中的任何人 等到宴会结束后 赵祟命将张文表从狱中押出来相见 这时高超盲说 哎呀 这可晚了 张文表阴谋作乱 早已被斩首了 赵祟也只是叹息了好长时间 毫无办法 此时 宋军已经到达距京南首府江陵 仅百余里的京门 李处云派人去对高继冲说明 借路攻打张文表的意思 并请求为宋军提供柴草粮食 这时的李处云和高继冲都不知道张文表 已被斩首和谭州已攻克的情况 高继冲还年轻 不知该怎么办 他就把政务军事都委托给孙光县和梁岩寺 两人见了李处云的使者后 便对高继冲说可以答应宋军的要求 但是兵马副使李锦威极力反对 他说宋军说世界路去收回湖南 恐怕会乘机袭击我 若给我三千兵马在京门险要狭隘处设下伏兵 带宋军业行驶进行攻击 他们一定退却 我们再调转军队逮捕张文表献给宋朝 功劳可就大了 不然只能摇尾 岂时受制于人 孙光县对高继冲说 李锦威只是一介小民罢了 懂得什么 如今朝廷讨伐张文表 犹如大山压卵之事不可阻挡 宋军平定湖南后 也不会借路了再离去 不如及早将将土奉归朝廷 那么经难可免去祸患 您也不会失去富贵 高继冲说 我家是奉朝廷多年 不应当与朝廷对抗 说完 挥挥手让李锦威出去 不听他的劝说 李锦威愤然离去 李锦威回到驻地 不停的叹息道 宋太祖借道 京南明摆着 是与贾图法国一路的货色 我的劝谏 无人愿听 大事完了 我还活着干什么 于是悬梁自尽了 高继冲听说李锦威自杀 感慨一番后 也对宋军有了一些戒心 他派梁岩寺和他的叔父高宝银 带着牛九去京南犒劳宋军 以查看宋军的动静 当他俩到达京门军营地时 李处云极为热情地会见了他们 李处云设下丰盛酒宴 召来军中乐队 对他们礼遇有加 他俩见宋军高级将领 对他们如此款待有礼 心中大喜 于是立即派使者 起码飞驰去江陵 向高继冲报告 说宋军并无吞并之心 京南没有危险了 当夜 主帅慕容颜昭又会见了高宝银和梁岩寺 与他俩在主帅营帐中饮酒残笑 慕容颜昭笑着说 都见李处云白天多喝了点 晚上不能来陪二位了 就由我来与二位对饮吧 这时的李处云根本没有喝醉什么酒 他正秘密率领数千名清骑兵 奸程挺进江陵 夜半时分 宋军已经抵达江陵的郊外了 高继冲突然闻报说 宋军抵达城外 顿时大惊失色 为了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他只得出城去迎接宋军 在江陵城北正好遇上了李处云 李处云对高继冲坐及行礼后说 主帅慕容颜昭随后与高宝银梁岩寺二位一起前来 请劳驾您在此等候 我先到前面的小树林中休息一下 等你们会合后再一起进城 于是率领数百名亲兵走了 李处云没有在小树林中休息 而是静止冲进了江陵城 他登上至高 点北门城楼 指挥亲兵占据了路口要道 在慕容颜昭的主帅营帐中 灯火通明 九时飘香 慕容颜昭不出营帐 仰头望了望夜空星辰 然后对高宝银梁岩寺说 今晚就喝到这里吧 我想与二位一起去江陵拜见高继冲 高梁二人弄不清慕容颜昭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值得扫兴的放下酒杯 骑上马与慕容颜昭一起向江陵城进发 在江陵城外 他们遇上了正等的焦急不堪的高继冲 慕容颜昭问 没有碰上兜间李处云吗 高继冲说 他在前面那片小树林中休息 等着我们 可是当他们到小树林前一看 哪有什么人踪马迹 高继冲知道大事不好 急得脑门上挂满了痘大的冷汗 黎明时分 高继冲与慕容颜昭进了江陵城 只见大街小巷路口到尾 全是宋兵把守 在城北角楼上还树立着一面标游宋字的大旗 高继冲知道完了 他怒目瞪着浑身贪软的高梁二人说 后悔没听李景威的话 于是回都府去取了表彰献给宋军 以示归降 第二天 李处云收到了谭州城攻陷张文表备展的消息 他思考了一下说 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还是派京兵以平定张文表的名义 快速奔袭朗州 周宝全听说宋兵大兵压境 非常恐惧 他急照观察判官李观象和指挥使张重复 入府商议对策 李观象说 张文表已诛而宋军不回 足见其必战湖南之心 如今高继冲已束手听命 北面屏障已失 不如免官归父 姓可不失富贵 十一岁的周宝全只知道害怕 准备听从李观象的话 但是张重复认为宋军远到日夜奔走 可以一而代劳 击败宋军 周宝全便又听从张重复的防守计策了 此时 宋太祖收到了京南的表彰 他派遣疏密城指王仁善赶赴京南去巡视接管 并让他带上了保留高纪冲京南节度使空闲的诏书 当他听说李景威一事后 感叹道 是忠臣啊 便命王仁善对其家属后加抚恤 接着 宋太祖又派前使臣前往江陵去警告周宝全 及其将校 阵应你们的请求 派大军拯救了你们的危难 你们为何反而抗拒朝廷的军队 自取生灵涂炭呢 周宝全在张崇复的支持下 对宋太祖的警告不加理睬 张崇复亲自率军出城 在李州占据险要关爱 以此阻击宋军 宋军则兵分两路 东陆军由慕隆延昭率领向三江口进发 西陆军由李处云率领 直指李州而来 慕隆延昭在三江口大破周宝全军队 并进占了战略要帝越州 李处云也在李州击溃张崇复守军 并追至附近的敖山寨 李处云包围了敖山寨 便俘虏了许多张崇复的士兵 他见张崇复企图平显固守 便设下了一条心理战绩谋 他挑了几十个肥胖的俘虏 让左右将领把他们斩首后 煮熟吃掉了 接着他又对数十名年轻力壮的俘虏 施行面部情形 然后放他们逃回去 周宝全的江族听说被俘虏的人 竟然被宋军切块吞食了 都大为惊恐 纷纷丢下武器 故自逃命去了 不久 慕隆延昭攻克了朗州 并擒获了张崇复 慕隆延昭下令将张崇复斩首 并将他的头颅挂在城门棋杆上示众 周宝全被宋军的灵力攻势 吓得浑身发抖 大将汪端带着他 藏到了长江南岸山谷的一所破旧寺庙里 有几个僧人照顾 李处云派兵四下搜捕周宝全 汪端见风声日锦 便丢下周宝全 化妆成农民偷偷溜走了 周宝全被宋军查获 至此 湖南京南这两个军阀割据之地 被宋太祖平定并完全收复 这就切断了后蜀与南方各国的联系 而且在南方各国间打尽了一个蝎子 成为宋太祖日后平定后蜀和南方的战略基地 不久 周宝全被压制京城 等待判罪 宋太祖却下赵令免其罪 并任命其为右迁牛卫尚将军 这体现了宋太祖军事打击要盟 政治安抚要柔的软硬兼施的统治方略 从而使宋太祖的威望大大增长 早在公元96一年时 宋太祖便开始谋划攻打后蜀的方略 他调亲信将领张辉到凤州 命张辉探查后蜀的山川地理形势 为军事进攻做准备 不久 张辉果然不负重托 基本摸清了后蜀的虚实 于是他秘密上输进县了 宫区后蜀的详细军事计策 宋太祖揽月后极为高兴 并立即让有官部门进一步制定进攻计划 这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后蜀统治者孟长 企图一仗险要地形与宋朝对抗 他曾对臣子得意洋洋的说 唐朝大师人李白诗云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难道赵匡印还想上青天不成 我可不会向他俯首称臣 但是宰相李浩泽说 陈下观察宋朝应天承运 气象非凡 天下厌恶分裂战乱很久了 统一天下的机会 大概就落到宋太祖身上吧 倘若我后蜀向宋朝臣服进攻 那才真是保全安定后蜀的长久之计啊 无能的梦场一听 又犹豫不定了 正当他要派发使者 前往宋朝去探查徐时和谈判一何时 知书密院是王昭元祖兰道 我主不当听宰相之言 凭着我后蜀的险要 任何军队也无法进入 只要把守住长江水道 我后蜀则固若金汤仪 梦场便又没变了主意 他派出众将领奔赴长江各川口 在当地精心挑选水手 进行严格的训练 从而使后蜀水军大为增强 正当宋太祖积极筹划攻打西南邻地后蜀时 朝廷内却发生了一系列不幸之事 先是皇后王氏患病 汉林一官王守渝 由于用药不当 导致皇后驾崩 王守渝也被判处死刑 后宋太祖赦免了他 流放至海岛 时隔一月 宋太祖的心腹大将慕容颜昭 又因安马劳顿病倒于他 宋太祖亲自封好药包赐给他 并说 朕日夜盼望兄长早日痊愈 为朕再征讨后属呀 可是不几天 慕容颜昭便去世了 宋太祖刚上朝便听到这一消息 顿时大哭起来 情状极为悲痛 大臣们也都陪着垂头涕气 朝廷里官见宋太祖哭得哀声振振 涕泪横流 便劝祖道 陛下痛惜臣子之情固然感人肺腑 但是按礼节应当对哭声有正常节制 宋太祖边哭边说 朕不知哭声该如何节制 也不晓悲痛从何而来 又过了一个月 时至公元九六四年春天 宰相范至王普为仁普再次上表 要求年老退休 于是 宋太祖便照命照普 接任了他们的权利 预知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 再会